在这次呢我们要来观察一下地球的自转 昼夜以及夜空里的星形 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观察地球的自转要在万维万远镜当中如何操作呢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首先呢打开万维万远镜这个软件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找到在整个界面的最下方 有一排的星星 而是从太阳到太阳气的八颗行星 到冥王星月球还有木星的四颗刚刚讲到的加率的卫星 那么我们既然要观察地球的和它的自转的话 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地球 怎样看地球呢 我们找到下面有个地球的按钮 我们点击它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选择指向 指向呢把它指到太阳系 指向太阳系之后我们选择地球 就可以飞到地球 我们如果要观察地球的自转的话 我们首先要将左下角这一块 在左边有关光照和阴影的选项 我们打上一个钩 打上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星球有了光照的一面和阴影的一面 由于啊这个软件当中的时间呢 是按照现实的时间来运行的 一分一秒啊 这样运行 但是呢 如果你想把时间加快的话 要选择在这个地方 观测时间 在这里呢 可以选择按右边有两个有两个右键头的按钮 一直按按大概四下之后呢 它可以将时间加快一万倍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就可以观察到地球自转的现象了 那么在演示这个现象之前呢 先跟大家来看这么一张图 在观测地球自转的时候 我们应该观测些什么呢 这张图所展示的地球自转有哪些特点呢 既然我们要描述地球的自转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了解 它自转自转 那必然是围绕着自己转 那围绕着自己转 那必然就有一根轴 就好像这张陀罗所演示的 陀罗在转 它也是围绕着一根轴来转的 只是地球上呢 也有一根看不见的轴 这个轴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地轴 地轴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你来看这个左边地球 一直在旋转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出那根看不见的轴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吗 它实际上的地轴 并不是直接从上往下竖直的 它是这样一条倾斜的轴 这张轴呢 所演示的方向就是地球 那么跟地球的赤道的垂直的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角度有一个角度 叫做23度26分 这个呢就是地球自转的倾斜的角度 那这个角度呢是目前来讲呢 是这样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地球并不是非常竖直的来旋转的 它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的 如果再仔细观察地球自转的话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其他的特点 比如呢地球自转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那么假设你要证明地球自转的话 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在古代有一个科学家叫做傅科 他发明了一种仪器 非常精巧的仪器 它可以证明地球的自转的存在 当然就并不是说我们好像看见黑夜和白天 这样不断地交替 就可以证明地球自转 它是用了非常精妙的这样一个仪器 叫做傅科板 它是怎么样来工作的呢 怎样来证明 假设有一个板挂在一个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它挂在一个文章上面 那么这个摆随着文章的转动 那么它应该会画出一道道轨迹 然后呢会有所偏移 那么假设你把这个摆摆到了北极上 所呈现的出来呢 摆到地球的北极点 摆到那个位置的话 那么它所转的角度应该过了24小时之后 应该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么摆在地球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地方 它有可能会呈现不同的角度 比如呢在这张图所演示的 假设你摆在 比如是澳门这一块地方 那么它所呈现的 大概是从上数到下第四个位置 这样一个摆动的角度 24小时之后呢 也就只有摆动这么多 但如果在北极的话 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么假设摆到赤道上的话 它因为刚好跟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同 所以呢它就不会有不断的摆动的变化 那么复科所发明的复科版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地球有自转 这样的现象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观察一下地球的自转 我们通过观察万维万远镜当中的这样的现象 我们首先呢打开万维万远镜的界面 现在呢在万维万远镜当中呢 我们所见到的是太阳系 那么按照刚刚的步骤 我们首先应该把最下面的指向 指到太阳系之后 我们点击地球的按钮 随着地球整个画面的缓缓移动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到达地球 好的 我们到了地球之后呢 不要忘记把左边的光照和阴影打开 我们随着地球的转动 我们就应该能看见地球的左边和右边 一边是白天一边是黑夜 现在呢我们按照刚刚所显示的这个演示的方法 我们呢可以尝试 比如先把时间设定为加快一万倍 这时候呢我们就能观察到地球自传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在之后呢 我们再来为大家更详细的来解答一下 有关地球的白天黑夜以及昼夜变化的这样一些演示 我们在刚刚的节目中讲到了有关昼夜产生的原因 那么在接下来呢 除了解答这个问题之外呢 还可以大家通过万文万眼镜来观察一下星星是什么 那么刚刚呢讲到了地球的自传 然后呢由此产生了昼夜产生的原因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观察过有关地球的自传 现在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地球的自传是我们通常都是说一天嘛 有昼夜昼夜加起来是一天 那么一天到底是多久呢 有在天文学上是有两个定义的 第一个定义我们把它定义为一天是太阳日 第二个定义呢是一天是恒星日 那么什么是太阳日呢 太阳日就是我们假设第一天的正午那个时间 太阳是升到了正中天90度高的这个位置 到了第二天的什么时候 太阳也升到90度高这个位置呢 我们把这两者之间的时间称之为一个太阳日 太阳日也就等于24小时 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24小时 那么在天文学上还有另外一种定义 就是恒星日 比如呢你今天啊 有一个看见了一颗恒星 一颗在天上一直不怎么动的星星啊 就是在相对位置不怎么动的一个星星 那么在第二天的什么时候 这个星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呢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恒星日 恒星日呢通常要比太阳日短一点 比如呢是23小时56分04秒这样一个时间 23小时56分钟多几秒这样一个时间 而且呢随着地球的自转的不断的变化 恒星日在未来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刚刚所讲到的是地球的自转白天黑夜 以及地球的一天是怎样定义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球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 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刚刚一直在讲的是地球的自转地球的自转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也会导致地球的 有白天和黑夜这样的现象呢 仅仅是因为自转就可以导致这样的现象吗 在这张图当中呢我们又回到了 最早的时候所提到的蓝色弹珠 那么假设大家小时候有玩过弹珠的话 大家应该会有注意到有的弹珠是透明的 假设你用一道光打在这个弹珠上 你会发现这个弹珠上会有白天和黑夜吗 那肯定就不是了 因为它是透明的 光会从这个弹珠的表面穿过去 穿到另外一面 所以呢还有第二个条件 除了地球有自转之外呢 我们还得说地球因为是一个不透明的球体 所以呢它才会产生昼夜这样的现象 那么再之后我们还来看一下 刚刚还得证明了 因为那个地球是这样一个球体 所以呢才会有非常有规律的 这样一个24小时的太阳日 并且呢是有23小时56分多几秒 这样的恒星日 这样一个现象呢 其实地球也必须是一个球体 在证明地球是球体的那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在第二节课已经提到了亚历斯多德所总结的 越往北走 北极星越高 在海面上看一艘船开过来 维杆顶是首先出来的 还有月时等一系列的现象来证明地球是一个球体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地球的白天与黑夜 讲到了太阳是从地球的东边升起来 再从西边落下去的这么一个现象 那么有没有哪个地方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呢 我们现在观察到地球自转的方向 是自西向东转的 所以呢太阳呢是从东边升起来 从西边落下 但是呢假设有个地方 它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 那它就应该是一个自转方向与地球并不一样的 相反的这么一个心体